嗨,我是小可爱罗希 来吧,每天跟我一起去逛逛呗 今天的商业话题是 从一例句夺冠刷屏到电竞商机 宝宝注意到 当中年的朋友圈在晒北京立冬的初雪 大枣枸杞 生朴熟朴时 年轻人的朋友圈在探讨元宇宙 POPMART,EDG夺冠 每个时代,每个阶段 喜欢的不同,追求的不同哦 EDG粉丝疯狂的是什么? 电竞究竟是个啥咚咚? 还有商机呀? 小伙伴赶紧搬个小板灯坐下 大伙伴稳坐沙发拿着手把剑 跟宝宝一起认真听商业评论狗胜大叔讲 从EDG夺冠刷屏到电竞商机哦 大家好 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 EDG最终以3比2战胜DK战队 夺得2021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于是 EDG大火 EDG夺冠的消息迅速在网上掀起热潮 朋友圈热议 EDG夺冠一度冲上热搜 各类社交媒体 直播平台以及讨论群都被 EDG夺得英雄联盟 11全球冠军的消息刷屏 比大年30还热闹 这一页是属于电竞爱好者们的狂欢页 简直太火了 连央视新闻也发文表示祝贺 刚刚英雄联盟11总决赛 中国OPS区战队 一级电子竞技俱乐部 以3比2战胜韩国ACK战队DK 获得2021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恭喜 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 2021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6日在冰岛首都雷克亚卫克举行 中国战队EDG韩国战队DK敖战五局 以3比2击败对手 捧起了总冠军奖杯 中单李瑞灿ID Skall获得FMVP 此次在决赛中代表EDG拿下冠军的李炫军 赵立杰 田野三名选手 都是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 注册电竞运动员 赛后 上海电竞协会发文祝贺 为中国电竞赢得荣誉 为上海电竞争光天才 往今后的训练比赛中加倍努力 守正创新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为上海电竞再创辉煌 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几个相关名词 EDG是Edward Gaming的简称 中文含义就是电子竞技俱乐部 这是中国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名称 十一 是这次类型比赛的界次 就是第十一届赛 LPL League of Legends Pro League 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英雄联盟职业比赛 同时也是中国大陆赛区 通往每年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和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为一渠道 LCK League of Legends Champions Korea 英雄联盟在韩国地区的最高级别联赛 LOL 是League of Legends的简称 中文含义就是英雄联盟 这是一款游戏的名称 英雄联盟这款游戏 是由美国一家叫拳头游戏的公司开发的 中国内地由腾讯游戏代理运营 解释了以上专有名词后 EDG在英雄联盟S11总决赛中夺冠 对于游戏小白来说就清晰了 电邮界对EDG的关注不是夺冠后才有的 自2013年 EDG总共拿下了八个冠军中的四个 在选手明凯的带领下 EDG成为LPL的首批老牌列强 2014年至今 EDG共进入过五次世界赛 或四个八强和一个十六强 所以EDG被冠上内战内行 外战外形的名声 S11总决前 广州地标建筑小蛮腰的屏幕上 长时间出现着EDG的名字 S11总决赛EDG会夺冠吗 一人一句为EDG加油等话题 也多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单上 很多网友和中国英雄联盟玩家 一直关注着EDG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几件事 一 网友和电竞玩家 对S11全球总决赛讨论热度的空前高涨 刚好说明了中国电竞市场 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调研机构 安利尔近日发布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 过去五年来 全球收入最高的电子竞技市场的位置 已由美国市场变为中国市场 二 在11月5日的杭州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包括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亚运版 和平精英亚运版等八个项目 正式入选成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 电竞行业也再次收到资本的关注 电子竞技又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 过去以俱乐部为单位参与的商业比赛 在亚运会这样的节点上 化作了一项以国家为单位参与的荣誉之战 澎湃的国民情绪 或许能将它的热度再推上一个数量级 三 EDG火了的同时 其背后的企业也成了大赢家 创始人朱一航创立的超竞集团 业务涉及电竞产业运营 产业教育 主题产业园 新闻创等 广泛布局电竞产业链 EDG Pre-A轮融资的投资方要为资本等回报破风 华外一买下英雄联盟 S11全球总决赛独家直播版权的B站 直播界面观看人气最高时层超4亿人次 B站2021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 基于直播及大会员业务的高速发展 第二季度增值服务业务收入同比提升98%打16.3亿元 在尝到甜头后 资本将会蜂拥而至 电竞行业或许要掀起一轮投资热潮 资本投资电竞 看重的是电竞背后的流量和用户 以及为产业赋能的潜力 4.凭着前期荣誉和人气的积累 一些电竞圈外人也看到了EDG的商业潜力 在EDG最火的2015年 歌手王力宏邀请EDG参加了新专辑的发布会 EDG还和华裔兄弟时尚达成合作 邀请知名设计师及造型师团队 打造EDG战队的形象 除此之外 华裔兄弟时尚还负责 和EDG的商务经济业务 力图将当时的EDG打造成电竞圈的偶像天团 5.电竞产业在近几年 从破圈到爆发 再到理性稳定发展 虽然行业逐渐走向成熟 但对绝金电竞产业的投资人而言 更希望从中嗅到更多的商机 如何赚钱 掘出更多的商业化价值 也是众多资本方都在探索的命题 以上所讲 仅为分享 供参考 不代表个人或罗西逛逛频道的投资建议 感谢罗西逛逛频道的邀请 有机会我们继续聊从EDG夺怪刷频道电竞商机 这类很有意思的话题 狗圣大叔好棒 深入浅出的讲解很接地气 让游戏小白的宝宝豁然开朗 由衷地赞 关于商业话题 从一具夺冠刷频道电竞商机 今天就结束了 我们期待狗圣大叔以后再继续这个话题 谢谢观看 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会让我更加努力的 下期见啦